大家好 我是火轮哥 现在已经开学了 但是有一部分的地方受疫情的影响 依然没有开学 还是需要在家里面上网课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 ipad电脑就派上用场了 因为只是用来上网课 所以说很多的家长觉得买一台ipad的话不需要用那么贵 有个1000出头就差不多了 如果说1000出头的这个运算的话 就是2017款的ipad跟2018款的ipad 手里拿的这一台的话就是上12g的2018款 这台机器是一台国行的上12g 他这台机器的城市的话可以达到一个九层心以上吧 我们拿回来的话是1050 如果说磕碰相对来说大一点的话应该是1000左右 可能有一部分的人觉得上12g不够用 但是我个人觉得 只不过是用来上上网课 上12g的话其实是完全够用的 这款机器配备的是a10的处理器 后置800万的摄像头 如果只是简单的用来拍下照 我觉得还是够用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iphone12明里 这款机器的话是一台卡贴版的 卡贴版的话是需要用的卡贴来解信号 它支持移动跟联通的信号 然后这台机器是一台准信机 充电的话是个位数 电池的效率的话是100 要知道现在华前北的话基本上都没有外版的机器了 像这样的机器基本上都是属于一个存货 一般64g的在华前北也是1850左右 这一台准信城市它的价格要高一点 前面我们不是说了吗 华前北现在基本上没有什么外版的了 那么iphone11这一台的话 它就是一台国行的机器 这一台机器橙色它相对来说可以打到一个98星左右 但是它的电池会相对来说比较低 它这台机器原来的电池只有81%了 然后我们更换了一个第三方的电信 如果说不更换电信的话 那么电池的续航真的不怎么样 像iphone11这款机器 如果说是国行的话 它是支持双卡双贷的 这款机器我们拿下来的话 加上换电池的成本已经到了28张左右了 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来看一下iphone13promax 这款机器的话是无锁版的单卡 然后是256g的一台关换机 这款机器的话 再保还用200多天 电池的话是100% 然后的话充电是个位数 但是我们拿货的行情是73.5张 其实说真的像这样的行情 我个人觉得一点性价比都没有 要知道国行官方还有代宝的 橙色比较亮的电池也是在90%以上的 拿货行情应该是在75.5张左右 虽说再打机器的机框 它还是挺不错的 但是我个人觉得国行的更有性价比 因为国行的他支持双卡 并且国行的他官方代宝的机器还可以去官方售后 对不对 最后的话 我们就来说一下华为的p40这款机器的话是8加128g的5G版 像这种橙色比较好的话 我们拿下来的话是215张 如果说橙色相对来说颗峰比较大的 那么在华前美拿货应该是2050左右 其实这款机器相比七八月份的时候已经下降了100多 要知道卖的50已经上市了 你这种老款机器降价其实也是正常的 对不对 毕竟它是电子产品嘛 它总不可能一直保持在原来的那个价位 那么很多人就问了 像这种p40的话 现在会不会过时 其实我个人觉得吧p40的话再用过两三年 它依然是可以的 因为并不是很多人都会选择新款的机器 再说新款的发布以后 它的价格也很高 很多人还是承受不起的 电子产品嘛 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对不对 好了 由于时间的关系 今天就先当时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说这个视频对你选购有帮助的话 点赞关注火狼哥选机路上扫翻车下期不见不散拜拜